能用符号和阿拉伯数字的就绝对不用文字 看书做题的时候不读出来就不能进行下去的同学 请把俺也是打在公屏上 我也是不阅读不书写就容易学废了的学习者 嘿我是阿图 不想背单词而努力让老外讲中国话的汉语老师 年功博主总算回归啦 掌声鼓励 好久不见 先来聊个五毛钱闲天 今年的1月20日 我总算结束了将近12年的澳洲生活 以后也会一直在中国生活和工作 从我决定回国到现在 不管是熟悉的还是陌生的人都在问我 你为什么回国 回国以后要做什么工作 以后要在哪里定居 还会继续做内容创作吗 总的来说 我有了更大的勇气和动力 借助外地老师阿图频道 对话更多来自世界各地的教育工作者 更多关于我 关于对外汉语 关于其他教育相关专题的讨论 在阿图的播客和直播间里相聊吧 来评估学生 那下一期呢 我会分享一些可以拿来即用的教学模板 说到评估 大家脑海里奔出来的第一个词是什么呢 把它打在公屏上 看有没有同频的伙伴 关于评估或者说assessment 我以前能想到的是考试分数作业 那现在呢会分为不同的维度去回答这个问题 如果想要聊聊更多关于评估的话题 也可以留言告诉我 这期内容会大概讲六个维度哈 语言 文化背景及个人经历 性格特征 兴趣特长 社交圈 最后一个是学习方式 那在语言课堂上 当然要评估学生的听说读写 那这四个技能 是我们应试中学习到的听力 口语 阅读和学作嘛 在英语中我们把听说读写叫做 For Macro Skills in Communication 翻译成中文可以是 沟通的四大宏观技巧 它们具体包含了哪些内容 有哪些方法可以提高这四项技能呢 之后会做视频跟想似的聊聊 语言交流中的听说读写 没错 我又给自己挖了个大坑 慢慢舔 来日方长嘛 从大题上来说 我们学习语言的时候呢 会先学习听 依次呢 再会去学习说读 最后是写 读拼音和写汉字 可以被归为读和写吗 大家要在评论区讨论一下吧 那从输入和输出信息的角度来划分 听和读属于输入项 说和写属于输出项 基于特定的教学目标 和学生的中文程度 在课程设计的时候呢 可以从输入和输出的角度去考虑 要评估学生哪方面的水平 那不仅仅是在第一堂课 刚开始的几堂课都可以根据教学内容和教学目标 有选择性的进行一些测试 不要告诉学生说这是一个测试 我们可以通过一些课堂活动或者问答的环节 去了解学生的水平 那听说读写四项呢 不用全部都用在第一堂课测试啊 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有的学生一开始看起来学的好像比较慢 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往后不会凭借他们的勤奋努力 去提高自己的语言水平 在海外教汉语的很长一段时间里 我对隐私这件事有非常大的困惑 一方面呢 西方人很注重隐私的保护 也几乎不会主动询问别人的隐私 但另外一方面呢 在与同事交往和与学生交流中 我发现相互了解的越深入 在后续工作和教学中 彼此的信任和默契度都会越高 工作效率也更显著 很多人会跟他们分享非常非常非常隐私的话题 比如说学生父母的婚姻状况 同事的几段婚姻的各个小的八卦 他自己告诉我的 不是我去询问的 而且大家在分享的时候还是非常开放 非常乐观 就像在讲别人的故事的一种状态 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少许经历和主观的感受 不能代表所有人 也因为这样的真实体验呢 我一直在探寻 要怎么样适度的相互分享 隐私的边界 这类信息呢 是不可能在第一堂课上就全部获取的 我可以做的是 尽可能创造相对安全舒适的氛围 从第一印象开始建立信任感 为之后更加深入的彼此了解 做一些准备 所谓的这些隐私 包括不会局限于我们知道的文化背景 分俗习惯 一段有趣或者糟糕的成长故事 在颠覆认知的失声关系 我详细介绍过文化差异 带来的一些开达小插曲 大家可以去考个股 开朗剑谈 内向害羞 乐于表现 认真严谨 除了语言水平和学习能力以外呢 我有时也会基于刚才描述的这些 或者没有提到的性格特征 把学生看作不同的课堂角色 每个参与者都在自己的课堂角色里 我在合理利用这些不同角色的属性 去尝试引导孩子们 突破初始角色 去探索更多的其他的角色 比如说擅长做leader的学生 有没有可能去做一个follow 习惯倾听的学生 会不会也会成为一个好的演讲者 不管是社交场合的破冰 或者维系自己的社交圈 还是说考虑专业选择 或者说职业规划 同兴趣点和擅长点入手 都是比较合适的 了解学生的兴趣爱好和特长 最直接的就是问他们 你喜欢什么 你擅长什么 但在实际教学中我发现 不是所有学生都知道自己喜欢什么 或者擅长什么 这道题太开放了 开放到他们不知道从何开始讲 这个问题有的时候泡给成年人 有的人也不一定答得上来 这里的难点是怎么去问问题 引导孩子们发现自己的兴趣和特长 一般来说我会在第一堂课开始前 就进入教室 或者通过其他方式 事先跟学生们接触 如果在mainstream school 就是主流学校的话 我会去观摩课程 一来通过观摩课程 来提高自己的教学能力 二来也可以提前了解 孩子们的课堂状态和学习方式 如果是在教育机构或者做家教 我会在课前的五分钟就在教室门口 跟学生和家长进行简单的沟通 问一下今天过得怎么样 花了多长时间来上课 来教室前做过什么事情 吃过什么 周末过得怎么样 下课以后呢 想去做什么 听起来非常随意的兑换 其实可以了解到学生的日常通勤情况 还有课前准备 课前准备其实也是在了解 他对课程的重视程度 也再来是体能 那其实吃过点心的孩子 往往会更加专注 情绪更稳定 再问他周末的安排 其实也可以收获到不少信息 比如说他的家庭关系怎么样 他的兴趣爱好是什么样子的 就是通过一些旁交侧机的 问话方式来了解 这个学生以及学生的家长 或者说他的家庭情况 大概是什么样子 有的时候 这一些信息会影响到孩子们 在课堂上的表现 教书的第三年 我才意识到 关注学生社交圈的重要性 有社交就有圈 不管谁组成的什么圈子 我会问自己三个问题 这个圈子是怎么来的 这个圈子是用来做什么的 这圈子在形成的过程中 大家互相之间是怎么互动交流的 海外学生社交圈的形成 常常出于以下几个点 可能跟国内的孩子们不大一样 他们可能是兴趣爱好 religious slave 种族 血缘关系 很多家庭 它是多海家庭 所以一个家庭 甚至一个家族的孩子 可能会在一个学校 甚至一个课堂里面上课 接下来是长辈的亲友关系 最后呢 他可能会有一些社区关系 或者我们叫community 在同一个社区 或者邻里间的孩子 在同一所学校上课 通过了解学生们的社交圈呢 也可以从侧面反映 学生的称获场景 和课堂以外的不同面 虽然很多时候 其实在实际教学上 并没什么帮助 毕竟师生相处的时间 是有限的 而是几乎不能帮助孩子们 解决生活上的困难 但在设计课程 基于学习支持 或者说未来规划的支持方面 师们的教学目标 可能可以更明确一些 当然啦 了解社交圈 在课堂管理 还有项目制学习等方面 也会收获不错的数据 和一些实力的支持 除了观察和直接问 你会怎么了解 学生的社交圈呢 并且把这种社交圈 应用于实际的教学中呢 最后一个我们来聊聊学习方式 个人学习和小组学习 是不同的学习方式吗 如果你觉得是 请把一打在公屏上 被课文和动手实操 算是另一种学习方式吗 刚刚随机提到的四种学习方式 我们叫learning style 或者说叫学习风格 其实被称之为学习方法 可能会更贴切 那学习方法更像是 提高学习效率的一种策略 比如说有人觉得被单词 学英文更快 有人觉得看剧听歌 学习英文更快 而阿图觉得 找人聊天提高英语更合适 回到第一堂课 如何评估学生的这个主题上 去了解学生的学习方法 怎么听都不大靠谱 很多学生还等着我来教他 怎么学习呢 但是他们倾向于怎么学习 也就是适合他们的learning style 是我更关心的问题 一般来说 学习方式分为四种 第一个叫Visual视觉 那视觉学习者会对图像更加敏感 比如说箭头啊 图表啊 图解啊 或者符号啊等等 或者说用视觉层次啊 比如说图文的颜色 尺寸 发现的粗细等等 用这种方法记忆和学习的人呢 都可以称之为视觉学习者 我就是个妥妥的Visual learner 做笔记的时候呢 不同的高光颜色 还有字体表示不同的重要等级 能用符号和阿拉伯数字的 就绝对不用文字 比如说增加用上上的箭头 正向或者说positive 用一个加号 和谁一起做什么事儿 我会用一个w加一个斜杠 它是取自于英文里的with 第二个呢是听觉 听觉学习者呢 更喜欢跟别人口头交流 他们对听到的信息会更敏感 所以他们在小作讨论和协作工作中 往往会有不错的表现 同时呢 他们也很喜欢在阅读的时候 大声朗读给自己听 看书做题的时候 不读出来就不能进行下去的同学 请把俺也是打在公屏上 第三个呢是阅读和书写啊 除了视觉学习者 我也是不阅读 不书写 就容易学废了的学习者 因为我在上课读书 还有开会的时候 喜欢疯狂做笔记 文字上的内容 比如说纸质书 习题本会比视频课程 让我更有安全感 在家办公以后呢 凡事有讲义的会议 我都会在会议前 快速浏览讲义上的文字 或者在视频截图上 标注文字笔记 做笔记呢 有的时候不一定是为了以后回看 它也可以提高专注力 和学习效果 最后一种学习方式 叫做动诀 或者说叫肌肉运动知诀 这类学习者 更喜欢动手实操的学习过程 接下来 老师们就可以根据 这四种学习方式 来设计可当活动和学习评估啦 视频 音频 图像和文字信息 个人或者小组协作 肢体活动等等等等 结合 学这六部告别甲努力 这期视频里介绍过的 布鲁姆斯目标方类学 你们可以想到哪些评估策略呢 我们留言区见吧 最后做一个总结 第一个是 阿土回国了 以后会持续做教育类的内容输出 第二个 在汉语课堂上 可以用六个维度来评估学生 它们分别是语言 它们可以分为听说读写 第二个 文化背景以及个人经历 海内外的孩子是与略有不同的 第三个 性格特征 营造舒适安全的氛围 再引导学生们突破现有角色 接下来是 兴趣特长 从兴趣和特长出发 与学生一起发现自我 第五个 社交圈 从侧面了解 学生的生活情境 与社会关系 最后一个学习方式 教授学习方法 还是以学生们喜欢的学习方式 去设计课程 你会怎么选 感谢大家的不催之恩 我们下期见 拜拜